国家为什么要退更还林 看完美国阴谋你就知道 祖国太有远见了 美国又开始鸡蛋里挑骨头了 在我国不断的发展当中 一直就没有忘记对环境的保护 同时也致力于减少碳排放 但是有一些国家就喜欢 在我们的碳排放问题上找存在感 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他们的发展遥遥领先我国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些国家这波操作属实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为到最后 他们发现我国实在是太高明了 吃亏的终究是他们自己 我国是如何把欧美阴谋论打破的 根据相关的研究显示 在居民生活碳排放量这一方面 发达国家占据了本国中 排放量的80% 我国的人口是全世界最多的 但是在碳排放量方面 我国取得的成绩非常的优秀 只有40% 所以说西方国家 想要拿我国碳排放问题 做文章的话是非常离谱的 之所以这些国家 会一直挑我们的毛病 那也是害怕我国的发展会超过它 在2009年的时候 当时举行了全球气候大会 那个时候我们的国际地位没有多高 所以说话语权主要掌控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 在当时 他们简直是欺人太甚 明明自己的碳排放量达到了全球前几名 却还来说 我国 印度这些人口比较多的发达国家 让我们进行节能减排 为什么我国一定要坚持退根还林 美国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 他压根就不愿意为了全世界的环境 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 这时候他就想要挑其他国家的字 把注意力给转移走 美国本想着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让我们吃亏 但是没想到 我国狠狠打了他一巴掌 因为我国代表提出 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会比2005年还要下降40% 美国当时也是感到惊讶 他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还等着接下来看我们的笑话 但是我早就想到了办法去应对 在这十几年里边 我国的节能减排控制得非常好 并且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植树造林 以及退耕还林 这样的话都能够减少碳排放 在2000年到2018年18年的时间 许多国家的工业发展变得非常的迅速 但是他们的森林面积却减少了 环境也遭到了破坏这时候 这时候只有我国却是一个例外 因为我国的森林面积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还增加了1900多万公顷 达到了全世界第一 从这一些方面也能够看出来 我国在碳排放方面 做出了非常优秀的成绩 西方国家在看到我们取得这样的成绩之后 他们心里就不平衡了 毕竟他们自己提出的减少碳排放量结果 自己的碳排放量却比我国还要多很多 如果这时候我国继续这样做的话 西方国家就会被我国狠狠给打脸 到时候在世界碳排放方面 很有可能他们还会被其他国家指三到四 这时候西方国家就彻底坐不住了 我国实施的退根还林 究竟有多高明 西方国家不停地找我们的毛病 甚至还在我国的生活方式上做文章 让我们少吃肉 少吃海鲜 并且还不停地利用舆论压力来说 我们是全世界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 但是他们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人均碳排放量 我国是全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 而西方发达国家 他们的人口数量非常的低 这样来比的话 对我国肯定是非常不公平的 整个西方国家 他们的人口只占据了全球的20%左右 但是每一年有60%的粮食 全部都是被他们给浪费的 在某一些国家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 西方发达国家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如果说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和美国学习的话 那么地球上压根就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口 从这一些方面也能够看出来 他们的碳排放量究竟有多夸张 我国之所以一直实施退根还林 那也是要西方国家压根就找不到我们的毛病 在饮食方面 西方国家的碳排放量也比我国要多很多 他们的养殖业非常的发达 而在养殖的过程当中 产生的甲烷气体是非常多的 他们这样做的话 就会导致全球气候开始不断的变暖 西方国家说 我国吃海鲜吃肉吃多了 才导致的碳排放量超标 这完全就是鸡蛋里挑骨头 你认为我国实施退根还林正确吗